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 孕育儿生创办人谢欣宜 蜜亚医生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你好 你好 想请蜜亚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起新冬天是什么呢 当初就是我自己经历怀孕 准备怀孕 然后生产跟带孩子的这个部分 觉得真的蛮辛苦的 那我希望所有跟我一样在经历 这个阶段的女性 我都可以支持到她们 是 那过去是相关的学经历吗 我本来是一个医生 但是呢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让我知道说 我过去所学的医学 可能没有办法支持到这一块 所以我自己去 做了很多身心灵的学习 是 那么我现在觉得说 这样子结合在一起 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是 虽然说是在医生的一个同样的领域上面 不过因为系上的服务是 它还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在之前在学习专业的知识上面 遇到一些困难呢 在学习知识的部分 就是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知识台湾是没有的啊 所以我可能 比如说声誉舞蹈的那个课程 我是别人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我就是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哇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所以就 对 就是克服一些时间空间的障碍 是是是是是 就是运用自己的就是闲暇时间 可以去做一个进修跟学习的部分 OK 那我们创立这个孕育而生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创立这个孕育而生的过程呢 就是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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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深刻 就是 我们在准备创立这个孕育而生的过程 然后后来 在募集资金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 嗯 是 然后 呃 就 呃 那个时候其实 不太确定是不是有机会可以 嗯 呃 拿到可以营运的资金 哦 是 结果那时候就带小孩去玩 然后就捡到了一只 绿秀眼 哦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只幸运鸟 哦 就是 它其实还不会飞 一个小时要喂一次 是 然后后来要把它救火之后 我的贷款也下来了 哦 天啊 真的非常有趣 对啊 好刚好的一个时机哦 嗯 那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在台湾目前现有的一个医学的领域上面 好像比较少会真的focus在这样的一个孕妇的一个生产背孕的过程 会有一个身心灵的状态 那在台湾目前您这样子一个做这样的专业领域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推广的一些困难 困难啊 嗯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如果看到我们是医生 他们或者是他们想到备孕或怀孕的时候 第一个直觉就是先去找医生 是 但是医生会去看他卵子的状态 会去看他身体的状态 对 可是他心理的这些状态其实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 嗯 然后但是这样子的阶段的女性其实非常需要心理的支持 是 那么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人朋友的支持系统 其实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身心灵的陪伴 对他这个阶段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 而且啊 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设计就是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生孩子 因为生孩子下来就会危险 对 所以当我们很紧张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情不一定容易成功 是 那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啊 放弃了啦 不要 结果就怀孕了 嗯 就是当他能够放松的时候反而是好的 是 意外走是来的特 走来的特别的突然 就是你会在一个无法预测的情况之下 他就来了 对 是 那我们孕育而生的一个企业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我们想要在 备孕 妈妈 女性成为母亲的这个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提供很好的身心灵的支持 嗯 他在产生一些疑问不确定恐惧的时候的第一个时间能够都有人去把它接住 是 那目前我们孕育而生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们现在有灵性自然的备孕 然后还有在怀孕过程中可以去做一个灵性生育顾问的陪伴 是 那你有所有的这些疑问都可以让生育顾问来帮你寻找资源 嗯 然后给你一些指引 是 然后呃 在运气的时候就可以参加这个内在沟通的课程 嗯 可以让妈妈就是你从他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跟宝宝开始沟通 哦是 而且在运气的时候来上生育舞蹈的课程也很棒 嗯 你可以从这样子的练习里面去在生产的时候未生产的时候做准备 嗯 呃 这些动作运用在生产的当下可以让你比较减痛 而且可以享受那个过程 嗯 还可以加速产程的进展 哦是 嗯 然后在产后的部分在关于育儿的部分我们也有灵性家长培育师的这个部分 嗯 它有点像是陪伴新手父母 嗯 或者是你已经很老手了但是遇到困难的这个过程的灵性导师 嗯 所以一路上从被孕到过程到生产以及到后面成为一个嗯 妈妈要准备育儿的阶段嗯 其实都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嗯 是 那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成就来源是可能针对个案的一个肯定是您想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呢 在我们陪伴过的妈妈里面啊就是嗯 比如说在陪伴背孕的妈妈 她会觉得说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她可以稳定在她自己里面所以她不再去嗯 她觉得这个过程很美好不管有没有怀孕她都觉得很棒是 然后我们陪伴的产妇产家她会觉得说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嗯 对然后呃但是遇到育儿的时候又有一些困难 所以当听到那些来上内在沟通的爸爸妈妈来告诉我说原来育儿可以这么轻松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太棒了 是解决了这些新手爸爸的一个问题了嗯 是那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创立孕育儿生的时候家人有什么想法呢 嗯家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哦是 对所以算是支持的就是表达支持这样子嗯 然后我的三个孩子也非常的支持我哦 是那未来呢我们的孕育儿生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呃我们现阶段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去陪伴更多需要的女性 是然后接下来呃这个家长灵性家长培育师的工作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在育儿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有这样子的灵性导师陪伴着 嗯然后未来的话期待我们可以去到更年轻的族群 比如说去告诉国中或者是高中的女生嗯 她们在准备要怀孕还有就是怀孕生产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电视上演的那么痛苦嗯是是是是是 嗯就是从一个最年轻的族群去呃去传达一个正确的观念嗯 那她们对于可能未来面临在要生产的时候它是不是这么的可怕的嗯那过程当中即便会有不舒服的地方 可是同等的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有专业的服务可以去相对性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嗯是那未来呢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创业家她也想要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那米亚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话想给她 其实我们孕育而生就是希望能够协助一个生命很好的诞生嘛 那创业呢就是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就很像是要孵蛋然后让这一个宝宝诞生的感觉 对那一定初期一定要小心呵护然后缺了什么又要立刻补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会遇到挑战的是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呃当初想要创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心的时候 当我们去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白费的时候就可以继续走下去是那过程当中呢就是初中永远都不要忘记嗯对然后过程当中也要保持了一个极大的热忱跟热情 那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较不会不容易的一个被轻易的打倒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孕育儿生创办人谢欣宇米亚医生来到我们人物专访谢谢谢谢